试想一下,如果每年有一个夜晚可以让你可以随便撒野,杀人放火不犯法,道德和法律都凭空蒸发,警察也将消失,无论哪个阶层的人,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内发泄心中的愤懑,结果会怎样? 还记得电影版的人类清除计划,虽然这个系列电影的总体评分不是很高,但是因为它故事的荒谬性,以及其主题令人深思,所以一直是最近纪念长盛不衰的惊悚片IP,剧版的人类清除计划,由USN Network和Civi出品,原系列电影编导詹姆斯德·莫纳克直笔剧本, 美国犯罪故事导演安东尼海明威指导首播集,制片公司为人系列电影的制片公司Blumhouse Productions,基本上是电影版的原班人马,剧版人类清除计划,的故事和背景设定跟电影类似,人类清除计划是一年一度的无政府节日,由于地球人口过多,由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统治的反乌托邦美国政府 展开了一个12小时内允许所有犯罪行为的计划,来减少一定人类数量,在晚上7点到第二天是7点,医院,警察消防服务皆会停止。 在这12小时内所有人除了部分重要人物仍受保护,得靠自己来活下去,或者选择大开杀戒。 在电视剧中,加布里埃尔查瓦里亚,东洛高晴市,星球杰洗三,饰演尼格尔,一名强硬,有着崇高使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,在收到妹妹佩内洛普杰西卡加尔赛事,寄来的一封隐晦的信件后,她回到家乡小镇,准备再清洗夜,独自面临毫无意义的暴力,为保护她深爱的家庭。 佩内洛普是清洗计划邪教组织的崇拜者,她发誓将听从领导的命令做出七声,而当她暴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,她的信念受到考验,人类清除计划,美剧版第一季共识集,今日开始在USA电视网以及CV频道首播,美剧版的人类清除计划怎样,你可以看看了。